Fuswagon福斯汽车将在2020年使用全新的logo 打造全新的品牌形象 而不只是福斯汽车 其他的车厂也纷纷为他们的品牌 打造新气象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今天每日商业的报导来源是2019年 12月25日刊登在数位时代的 福斯 奥迪都把logo压扁了 为什么车厂纷纷换上新视觉设计? logo是品牌、产品与消费者之间 很重要的连结 对任何一个品牌来说 更换企业识别logo是一件大事情 成立于1937年的福斯汽车 是由德国政府出资的国有企业 以出产金龟车文明 是全球前三大的车厂 在2019年9月的法兰克福车展上 福斯汽车正式公布了全新logo设计 过去的82年当中 福斯汽车经历了11次logo的转变 目前大家看到的logo是在2012年更换的哦 那这次logo的更换到底是透露什么样的信息呢? 福斯汽车将全新的logo取名为 New Volkswagen 更换的目的是要向外界宣告 福斯汽车正式从传统汽车制造商转型成 提供移动服务 智慧汽车的全新时代 其实福斯汽车提出电动化转型 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 关键转列点是在2016年 福斯集团 传出 废弃排放的丑闻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指控 福斯汽车 在美国销售的 奥迪A3 福斯Golf 跟福斯新金龟车 等车款中 只入了在官方检验时 自动调整相关参数 以通过 废弃排放标准的软体 但实际上这些车辆排放的废弃 全都超标 这起丑闻发生后 福斯集团便全力 改变策略 朝新替代能源发展 那回到这次福斯汽车的新logo 让我们看看有哪些特色吧 第1个特色 采用线条简洁 而且高对比性的 平面2D设计 目的是为了让logo更现代 更清晰 和更专注化的 视觉效果 第2个特色 W的设计 与过去相比线条更加细腻 底色采用了全新的色调 而且允许使用其他的颜色 来做变化 这么做是为了 Logo使用上更加灵活开放 而且在数位化 界面上使用的时候 能透过运用 可移动式的框架 让界面更有弹性 而且更加活泼 但是 这几年来 车厂不只使用Logo 展现智慧新时代的来临 更就有许多 以下几个策略 来达到这样的 转变 第1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调整品牌视觉 但福斯汽车不只换了新的Logo 就连品牌识别的声音 也换了 过去福斯汽车的广告 结尾都是用 男性的声音 今年首度打破多年传统 改用温暖 愉快自信的女性 声音来取代 第2个 瞄准数位新人才 近年软体科技的发展 也在撼动传统 汽车的制造业 这几年来因为共享汽车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兴起 让每一个人不见得都需要拥有每一台汽车 此外 更传统汽车相比 电动车需要的零件也更少 庄主的工序也降低 生产线所需的人力降低 人才需求也随着变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车厂 纷纷 裁员 目的不是为了减少成本 是为了转型 所以福斯汽车今年年初 就宣布要在未来4年 裁员7000人 但会裁员的对象是4000个 一般职位 和行政职位 同时也增加至少 2000个 跟IT有关的职位 奥迪也在今年8月宣布 20204月以前 会陆续撤换财务长 采购 资讯科技长 以及人资长 以及9500名 生产部的员工 但裁员不是为了能够节省成本 是为了转型 来加码 投资电动车 数位系统研发 也能够聘用更多 数位新人才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虽然今天提到的是车厂的logo的转变 但更重要的是商业上面 也是如此的不断的长变 过去车厂已经从卖 一辆 一辆的车子 转变为服务一个一个的用户 已经从卖车子的 重资本公司 转型成以服务为主的 数位科技公司 所以每一位听众观众好朋友们 我们也要跟上这个数位化的浪潮 透过每一天听取更多不同 跨领域的资讯 让我们的商业观点 永不落后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 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